欢迎来到本期全红98C的比赛解说 这种比赛是灯神大战八神月 双方一个主力两个随机 第一封抢十 这已经是抢十的最后几局了 目前灯神比分是8比3 远超八神月 打这种随机双方都不是强项 但是越是这种不是强项的局 它越会出现一些搞笑的情节 但克里斯压制很猛 琢磨压制也很猛啊 双方都没有防御的意思 就是进攻一直进攻 灯神的进攻尤为明显尤为强烈 因为他现在比分 短心理压力没那么大 一直放开来打 八神月呢又试图逆向卧顶 清脚之后头下没有头到 被拆掉以后琢磨开始连了 一个CD机前进手 前进手再接一个下进脚 低头接一个C头 可以一套带走 那么接着看灯神下一个人 第二个回合 灯神的威斯 好现在威斯快速跳起 就不了中了个Bloin 琢磨两次CD机前进手 前进手再一个小飞C 应该是失误了这一波 对如果不失误的话 接个龙虎乱舞 估计可以把灯神给一套带走 琢磨这个伤害还是可以的 特别是超杀脸 好现在威斯没有气 他必须很快速的集满一管气 八神也没有多少血 现在八神越远距离又发波签制 灯神 直接吸他一个大招 大腿夹住 好的来看八神越下一个人 八神越的大猪 这个大猪是八神越 秀黑光的终极武器 那么这波随机到了 先一个CD轮头 挑递抢空以后 快速接个钉 钉完铁铁大波走 要上了 灯神残血 八神越不会给他残血 无限放逼杀了 这是打斗神的大技 流残血 来看灯神最后一个板击梁 居然满血带走 灯神怎么能忍 那板击梁最后能不能成功收敌 板击梁开上救急器 再急器 跳天地向前前冲刺 一个重拳狐狸 飞向脚切砍刀手 砍到脚落之后 板击梁继续向前一波冲刺 但是大猪 大猪 小脚于邪手的上天 板击梁CD呢 也被跳地抢了一招 板击梁他慌了 有点着急了 又中了一发铁锹大波走 灯神 红血 加满气 红血加满气 灯神要爆发吗 他并没选择 后跳接上一个 超杀 那现在灯神也稳不住了 灯神刚才手软了一下 如果不手软的话 强反龙虎乱武 怼过去就完事了 再看下一局 这局的话 灯神用克拉克手发 双方开场又是随机到的角色 随机到的角色 没有那么熟练 开场倒刮剑弓 假一下 倒刮剑弓再来一下 其实灯神现在需要的是能量 居然裸夹也夹到了 好吧 应该是距离太近了 八神月 还想再来 灯神在上瘾 你上瘾 八神月可不会上头 灯神残血加满气 现在是表演时刻了没有 前前 空头 带走 快直接实现了个KO 来看灯神 能不能拿住 八神月下一个龙二 灯神现在开始 等着灯神的前前跳了 那么龙二好像也 并没有一个小的打法 来破解灯神这个EX模式 因为八神月对龙二 应该也没那么的熟练 卡拉克必须有武器才可以 哎呀 还前前在地 刚才如果 接一个忽利亚抓的话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看现在灯神就惨遭 肉烈 来看灯神下一个角色了 灯神的草蹄精 草蹄精双方都不陌生 都可以秀一把 清脚一点 伸头鬼脸对这一招下盘是没有用 哦 前前压一下起身 荒咬一下接上一个三式 毒咬再接一个取消 哦 又料毒了图 八神月现在比分是落后了四分的 所以说八神月必须快速追上去 才可以 才有可能取得本次抢十的胜利 哎呀 肉体先掉一点声 让他角落超杀 八神月剩一点点血 这一点点血应该也保不住了 感觉灯神只要出轻攻击 最后接了个无视 那也行 无视直接裸出去 先别看八神月最后一个角色 八神月的八神 好八神后跳白河德 让跳掉臂 葵花剑云直接按倒 然后三式带入八十以上 第一发火力灯 好第一波 抓谢风 反手拉葵花 会不会再强制百合哲呢 他选择了正跳跳贼 并不厌诈 只不定八神月会出什么招 灯神这点血应该是没有了 葵花三直上八只女 后面就来到了暴动人物大战 灯神的板击梁 其实灯神这个板击梁啊 也可以称之为暴走板击梁 是不是暴走 主要取决于灯神的手感 那今天的手感怎么样 先用青角掏两下 并没有掏到 反而中了八神的八只 二弟抓一发血风 天堂之炎炸到板边 灯神再等待一个机会 那就是残血的机会 反身为抓谢风 葵花三世又接八只女 衔接伤害 灯神马上红血了 八神会不会抽空血 天堂之炎来一炮 灯神爆炸中强反 是不是没有反 灯神此时不反 更待何时 飞翔角砍刀手 他终于反了 但是反了之后好像效果不是太好 机会 天地棒楼拳一拳干晕 干晕之后 接下来就是灯神的表演时刻了 飞翔翔接波 波接天地棒楼拳再干一炮 八神交流强反 交流强反已经被灯神识破 熬了熬了 一训练不及言而知识 带走八神语 就这么快 那灯神赛点来了 灯神只要再拿一分 这场抢时 他直接取胜 来看灯神的压点呢 开场八神语有一个哈迪轮 吸血黄魔呀 哈迪快乐轮 哎呦 凤凰之间一个反神语 波 波接挑特地 还想再凤凰之间再搞一个反神语 可惜灯神对牙地那连招也没有那么熟练 波 波接C地 C地两次 可以 哎呦 八神语要吸血了 板边抽血 大招抽血 简单暴力 青角点下来再抽血 他用了一个前青角可以看出 但是这个前青角太慢了 闪光水晶波 哇蓄力一下子 干掉 其实理论来说这也属于一个黑光 刚才可以看出 来看第二个回合 八神越的 柴州 柴州 使出跳青腿 不料被亚迪娜吸了一下子 亚迪娜使出C地 凤凰之间接波波接一个跳C地 两次C地 哎呦 脚了凤凰之间打一个反船 吸 没有追逐 猎火掌 来了 柴州 啊 轻脚一点 泡到反身位 然后再来一个猎火掌 三段 啊 大蛇地烧了 八神语的柴州好熟练呢 现在登神压迭娜也是尝到苦头了 他想吸吸不住 柴州就一直点心攻击乱舞 嗯 什么情况居然中啊 柴州一直在那里点清攻击啊 这一不点 一点不要紧 这一点就完了 不点不要紧 来看第三个回合 八神越的八神 现在八神仅剩一个八神 登神压迭娜浪的起飞呀 好八神闪过波之后直掏后盘 可以花三十脚带走 来看登神下一个角色 第四个回合 登神的神了千鹤 还第一次见登神又神了千鹤呀 看是一个什么效果 哇 看效果应该不会太好 八神 先开一套连段 魁华三十八之女上 嗯 落地地波强抓泄风 半手拉一个魁华呢 中间貌似断招了 那八神再寻找下一个机会啊 看八神能不能找到 八神稳住 哎 神了千鹤 八神 魁华三段 还是要上 逆向百合者 漂亮 后方之后魁华转到接个两段 魁华三十千鹤 又要到最后精彩的时刻了 那就是板翅梁大战 暴斗八神 慢手魁华可爱 八神远还是使用连环套路 省下了气 来打板翅梁 毕竟这个板翅梁 它不是一般的板翅梁 来看登神的板翅梁出马 板翅梁试图逆向过点 不料被八神直接抓住 板翅梁抓的机会 魁华三十也上了一个八神 上 坐地 地坡再来一手 反手天堂之间 炸上一炮 然后再魁过来 没有魁 哎 现在反而被板翅梁给砍到了一下 扔 那有了之后板翅梁啊 远距的发波 哎 八神又使用了一招百合者 生龙强抓解锋 哦 生龙借葵花 板翅梁强反交出天地抱去 天地欢乐拳没有搞出来 搞事情啊 登神 如果搞一个天地欢乐拳 刚才的话就赢了 哦 八神强反 双方在残血玩心态 八神跑抓泄风 这个跑抓泄风帅啊 那么比方来到9比5 双方还是四分之差 登神赛点依然在 这一局登神使用哈迪伦首发 哈迪快乐伦 他是不要抽虾米的血 能不能抽到 哎呦 现在虾米直接使用了转腿结甲 哎 小肥压住 八神这个虾米应该没有那么熟 这就被抽血了 感觉差的这个位置啊 其实就是差到这个 对 肚脐的位置 可以感受 抽血 抽的挺溜啊 哎 再抽血 炸 后面八神因为这个血量有点危险了 哦 八神力向也被抽血了 炸 再炸 后面八神剩下一点点血 哈迪伦角落还敢不敢再抽血 哈迪伦被假了一下 有点危险 哎 再假一下 大招接入 炸 然后落地近身CD 哈迪伦还想再抽血 哎哟 空中一架 灯神 上一点点血了 灯神 灯神 跑不掉了 来看灯神 下一个人 第二个回合 包子 哦 夏儿民逆想过点 这为什么接不住 包子前进正腿 优哈亚也 断招了 断招太多了 双方 倒上了腿 肯定也连不住 感觉是在摸索 双方 摸索这个角色的招式 来看 八神域 下一个人 第三个回合 八神域的大猪 哇 又随机到一个大猪 运气这么好 八神域能不能秀黑光 用CD接铁球 接铁球大包走 角落跳地咕噜 铁球一下 咕噜 CD 然后再来个铁球大包走 漂亮 上天之后 我们还可以再说的上天 灯神 板车梁即将出马 关键人物出马了 灯神的赛点 一到赛点 灯神就飘了呀 接着看板翅梁的 板翅梁 射出前前 打压制 再打压制 投机 你压不住 板翅梁一个狐狸 直接狐了上去 CD接砍刀手 牵脚一点之后 逆向接抓 升了取角砍刀手 升了飞行 就砍刀手 砍刀手 来一脚完事之后 板翅梁 继续拉后 跳得压起神 前前压起神 飞三角接拨 拨接一个霸王 小虎群 好 八神鱼仅剩一个角色 又是这样的一个局势 看八神鱼的八神 好 又如脱缰的野马 很快的就勾上一发百合者 灯神被打得云头转向 先给灯神施展了一发八字女 接着再施展一发天堂之言炸 炸完之后 葵花前已经接上一发八字女 灯神呢 现在残血了 残血以后灯神会不会使用天地霸王拳 灯神的关键就在于这一招 一招之敌 中了这一招基本就没有活路 八神还是反出了一发八字女 那灯神强反破强反 利用强反干掉八神 也太不过分吧 飞翔脚接砍刀手 偶拉偶拉又一发超杀 那现在灯神 连招中带入了超杀 八神域基本没有活路了 再来一发大波 两发大波天地霸王拳干掉 10比5 政府八神域结束战斗 大家来报关注 每天更新精彩段视频